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艘驱逐舰各就各位进入备战状态 又开启声纳和水面雷达探测来寻找U型艇的正确位置 所有驱逐舰上的船员一瞬间都进入到紧张的战前准备 不多久 战情中心传来好消息 他们通过水面雷达发现了U型艇的踪迹 说来也巧 这艘德国U型潜艇正浮出水面换气 所以才让克劳斯他们发现了位置 只是 海面上波涛汹涌 U型艇的位置也是或有或无 距离更是或远或近 之后还没等克劳斯他们有所动作 德国U型艇的踪迹就从雷达上消失了 克劳斯并不打算叫此放弃凑集的U型艇 他根据经验画出拦截点 准备用声纳进行搜索 幸运的是 他们再次找到了U型艇的踪迹 声纳探测器上 U型艇的位置不断变化 会略显号跟着U型艇进行操作 两船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直至到了声纳探测的最小范围 克劳斯让船员准备好深水炸弹 与此同时 德国U型艇也发现了挥猎犬号 他们不退返径 调转船头想要从挥猎犬号下方船过 克劳斯收到这一小就好 知道机会来了 沉着冷静地下令 立刻投放深水炸弹 海水被冲击起的高度一次比一次高 所有人都注视着海面 并发现了海水上扶着的游击 这代表着 他们成功击退了这艘德国U型艇 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 挥猎犬号很快就收到了 后方船员的求救信号 原来跟在船队后面的生产已经被袭击 过不担心 这一面的突发状况还没解决 有了另一艘躲在暗处的U型艇 朝着挥猎犬号发射了一枚鱼雷 幸好躲避及时逃过了一届 与此同时 坏消息也接连而止 根据报告 克劳斯得知他们的船队周围 潜伏着大概六艘游行艇 这就是来自多古的与闪电战亲民的群狼战术 他们白天静悄悄尾随 夜色降下后发起突袭 在给予对方重场的同时 还能全身而退 是一种令人非常头痛许久的幽灵战术 然而深夜还未来临 驱逐舰的玻璃上 就已经开始结了冰霜 雷达也因此出现过掌无法使用 种种不利的条件下 克劳斯只能让其他驱逐舰保持警戒 下令 一旦发现敌人立即开火 没有了技术支持 克劳斯也不能坐以待毙 索性他用起了最原始的方法 用望远镜 观察U型艇目测距离 这样子虽然效率不高 好在也是有点作用 最后利用炮弹又强迫多过U型艇 潜回了水中 此时 距离飞机的接应点 还有36个小时航程时间 黑夜逐渐降临 还没上归于前进 而这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由于之前下达的 看见敌人立即射击的命令 导致有惊之间 也产生了一些小心的交火 混乱中 德国U型艇也向双船发动了袭击 深夜中 克劳斯难以摸清对方的位置 无奈只能重新启动声纳 根据螺旋桨的声响 向下投放深水炸弹 而深水炸弹投放的树莓 都没有攻击到U型艇 克劳斯意识到 这可能是德国设下的诱饵 原来 德国故意在行驶过的海域中 释放一个如炮灯片一样的云头 让它不断发出声音 让美军误以为是螺旋桨 这边克劳斯还没来得及自责 下一瞬间 不远处升起一片火花 一艘邮轮被炸毁 紧接着 后方的双船 远路去传来消息受到了袭击 克劳斯肩固迫下 只能邀先选择 救援就近邮轮上的伤员 更令人气愤的是 此刻无线电传来了 德军别家的英语 他们说了一些嘲讽的话 还扬言 要猎杀克劳斯在内的所有人击船 德国的这个举动 不仅仅提醒克劳斯 他们的通讯设备已经不安全 更是在给所有人施加心理压抑 天空接近露出了鱼杜白 续页也逐渐开阔起来 这一夜 美国损失了不少商船 并且 挥猎权号的深水炸弹也所生无几 此时 距离飞机的接应点 还有24小时的航行时间 短短的24小时 也将决定 众艘美国商船最后的命运 就在这时 德国的一艘游行艇 从海埋上露出头来 它创新释放鱼雷 袭击挥猎权号 幸好挥猎权号迅速打斗 再次躲破预警 距离挥猎权号较近的敌机号 前来接通作战 此刻 潜艇贴着挥猎权号的团身 擦身而过 敌机号和挥猎权号 开始与优行艇相互射击 优行艇这种近身作战的方式 看似不要命 可实际上 由于优行艇处于七处线的吃眼盲区 这种作断方式 不仅能够行之有效地攻击挥猎权号 同时还能全身而退 优行艇又贴近了敌机号船身 敌机号向其射击 却不想 一发炮弹击中了不远处的挥猎权号 挥猎权号的船身损伤不是很严重 但是 却有三位船员因此丧命 德国最终也没逃到什么好处 被挥猎权号的一发炮弹击中 海面上浓烟四起 代表着挥猎权号短暂的胜利 可这份胜利的代价惨痛 没有一个人被此感到开心 在群体船员的目送下 克劳斯为牺牲的三位船员 做了一场简易的告别仪式 并将他们魂归大海 葬礼还没结束 挥猎权号后方又发起求救信号 是驱逐舰鹰号遭遇到了敌军的袭击 不远处 鹰号被浓浓的黑烟和大火包围住 附近其他的驱逐舰对鹰号进行紧急救援 但在此过程中 需要挥猎权号到后方补为护航 短暂的一天就这样悄无声气的流逝 夜晚降临 一直被拖行的鹰号 因为船体倾斜 船体中进入太多的海水 导致他们最终不得不放弃这座驱逐舰 克劳斯神情悲妞 这趟远行远比他想象的要凶行 面对驱逐舰的缺失 以及弹药的短缺 克劳斯看完地图后 决定请求英国的空中支援 当然 这件事本有很大的风险 一来根据当时的无线电静默规则 他们是不可以发送无线信号的 二来因为 他们的通讯设备已经被德国破解 一旦他们通过无线电向英国求助 极有可能被德国率先知道这个消息 这样一来都不尝试 俗话说 不入虎学 因得虎子 如今的情况 美国已经没有选择 最终 克劳斯决定只发送求助一次 以降低被德国发现的风险 雷人高兴的是不久后 美国就收到了回信 回复中表示 护航飞机已经出发 并标记了一个新的加密会合点 克劳斯带领的美国商船队伍 需要直奔会合点 可尽管如此 他们也需要航行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零明来临 德国又开始轻易轮的进攻 两艘U型艇出现在灰猎犬号的右侧 并快速向灰猎犬号跨近 片刻的攻火 一艘就已经进入到灰猎犬号的射程范围 美国船队立即对之后潜艇进一射击 德国也不甘示弱 立刻向灰猎犬号发射了一枚鱼雷 灰猎犬号刚刚紧逼规避到这一枚鱼雷后 没想到 U型艇发射的第二枚鱼雷一再尽住 克劳斯指挥灰猎犬号 结束转换方向 和第二枚鱼雷迎面相遇 最终 第二枚鱼雷踩着灰猎犬号的船身 向火方射去 灰猎犬号有惊无险地又躲火了一剑 眼看着两发鱼雷未中 德国U型艇再次发射鱼雷 而此时 灰猎犬号已经与U型艇正面相会 所以 轻松就避掉了鱼雷 与此同时 灰猎犬号招准机会 依发炮弹命中潜艇 U型艇传身受损 无法潜入水中 正所谓宝泊敌重 在众多炮弹的猛烈攻击下 U型艇在海内上爆炸 将海水激起出送楼高 危机并没有因此解除 在灰猎犬号 及其他驱逐舰 对U型艇进行围攻时 另一艘U型艇 已经糟糟地瞄准了灰猎犬号 在这关键时刻 英国的空中支援赶到 U型艇发觉不妙 立刻下潜 可他下潜时 冒出水面的气泡 还是暴露了他的位置 随着飞机偷下了炸弹 最后一艘U型艇 也沉浸在了这片海洋之中 不多久 接替驱逐舰护航任务的 英国船队赶来 至此 克劳斯的任务圆满完成 看着那些冲着自己 表达感谢的人们 克劳斯露出了微笑 随即回到船舱 他脱下帽子和鞋子 现在的他 只想放空自己 美美地睡上一家 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海军电影 根据真实改编 经历多次删减 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剧主 电影中基本还原了 海军战士的全貌 描绘了二战期间 惊心动魄的海面战争场面 当然 不仅仅是战争的场面 在有限的篇幅内 导演通过对饮食 拖鞋谈话等剧节 加深了观众 对克劳斯这一角色的印象 而且 一般的好莱坞大片 都喜欢将个人塑造成 救世主的形象 而辉略权后 却反其道而行 刻画了一个又一个 先后的英雄形象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